腾讯体育10月20日圈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简称S8总决赛以来八强赛 LPL1号种子 本届世界赛夺冠热门RNG赢战首次打入八强在欧洲强敌第二 RNG23不敌对手遗憾止步八强 在本场比赛中不难发现RNG输掉比赛最致命的原因 便是心态上的膨胀 UVI再次告别S3在10月17晚间的抽签中 RNG抽到G2被称了上上签 上台与G2队员握手的MLXD刘士宇也满眼效益 在后台光看抽签仪式的队员 甚至所有粉丝也连连笑好 仅从实力上来说 本场比赛可以说是最没有悬念的一场了 纵观RNG本年的表现 可谓是站上了世界之爹 更是被外媒平为了世界第一战队 但RNG在本上的比赛却令人大跌渐进 而MLXG抽签时的那一笑 也颇有讽刺意味 RNG在BP期间就处于劣势 由于G2曾经展示过无解的大头体系 所以天然少了一个Benway 在这种情况下 RNG屡次放出塔姆给予对手保护阵容 在对上单弯的应对上也显得不是那么充分 并且RNG自身连用三局奥巴马 颇有F5总决赛LGD的味道 那一年LGD放写难 IMP被一圈自吹死为神反向放箭 都已成为点进圈的梗 这一切的源头 便是膨胀轻敌 MLXG抽签欢呼 RNG众人欢呼反观第二 再抽的强敌RNG是 没有为外缩缩 在每一局都稳扎稳答 看准了RNG上路与中路的烈士 便自信做出应对 RNG此番只不巴桥 则是自信过头的结果 而如今也无路可退更无法后悔 如此天差地别 只能自食恶果了 文飞飞